大家好,我是司马开里,一个一直在创业路上奔波的人 这两天啊,我的朋友圈可谓是被一条消息占满了 可以说是刷爆了我的朋友圈 这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恒大地产七五折销售房产 而且呢,是采用了这种网上销售的形式 虽然说房地产公司在网上销售房产啊,这件事已经不新鲜了 但是恒大这次呢,做的真的是很优秀 我这个优秀并不是指它打折力度啊 为什么我不是说打折力度的 因为在我们商业界有一句话 叫做没有原价的打折都叫耍流氓 我不知道恒大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查过在过往的消息 恒大其实每年都有地产打折的消息传出来 有时候最低都低到六五折 但是你真的知道它的原价是多少吗? 就像我们双十一这些年之后 我们有些人明白先涨价再打折 这就是商人关用的伎俩 当然我不是指恒大地产去这样去做啊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我只是猜测,不代表我下的定论 另外啊,在恒大地产这个红头的文件里边 里边有一只消息 写的是特价房啊,不包含在内 那么什么叫特价房呢? 这个可能就是恒大地产自己最终解释权归他所有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考虑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原价是多少 一定要摸清楚 第二点呢,就是特价房这件事 哪些房子可以打七五折 哪些房子并不能打七五折 并不是像网上流传那样 恒大地产所有房子打七五折 那么旁到这两点来说 恒大地产这次销售策略是非常成功的 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 所有人都在预判经济形势 然后每天的新闻关注的都是疫情 恒大地产成功的把所有人的注意力 转移到房产上去了 所有人免费的帮他做了一次广告 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 都是免费的帮他做了一次广告 可谓是人人皆知啊 就这个广告费用都是无法估计的 一下子就把品牌知名度提到一个新的层次 另外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质疑恒大地产 因为啊房子降价 我一直艰辛一点 房子会不会降价 如果一旦降了能降多少 首先我先要说的是 房子不一定会降价 因为这个行业现在国民经济里面太特殊了 我们就不说他在国民经济里面占的特殊地位 我们就说他的一个成本 人工建筑材料 然后拿地成本都在增长 房子怎么有可能去降价 我这么一说啊 有些人就说你是秃儿 尤其是我们的广大网友们 只要我一说房子不降价啊 立刻就说我是秃儿 我们就以一瓶水来举例 你到超市花一块钱或者一块欧毛钱买的一瓶扩钱水 这里面包含什么 厂房的租金 包含电 包含水 包含运输 包含包装 还包含人工 还包含设备的折旧 我这么说完之后你就知道了 并不是你想的500毫升的水 为什么要卖一块钱 这里面包含的东西多着呢 那么房地产也是一样的 我不是作业从事房地产的 我也不从事房地产 我是一个卖手机的 我是开手机店的 所以说我肯定不是秃儿 那么国家不知道房太贵了吗 不知道老百姓承受不起吗 那么他怎么只说调控 并不说把房价降下来呢 各位因为这个东西 实在是关系太多的方方面面了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 房子不涨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的工资呢 在不断的增长 每个人收入啊 年年在增加 也就是你十年之后 你是现在的工资的 一倍或者两倍 哪怕说增长了 比现在多了二分之一 那么房价不涨 就相当于掉价了 那么中国房屋 有没有可能降价呢 有可能降 20%是一个极限 因为以前我在我的视频里 有讲过 如果他降幅超过20% 近几年 付首付买房的人 可以完全不还贷款了 就出现了美国的次贷危机 因为他要还的钱 加上利息 足够他买一个半 到两个房子了 有些人说 这会产生信用问题 但是说句实在话 在这种亏损的面前 信用 有时候真的是一文不值 更何况是一个群体向的违约 最受不了的是银行 那么银行是谁的 国有的 国家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恒大地产 这次是成功引爆了这个噱头 然后很成功的做了一次广告 当然也会产生一定的销量 就像我们双十一一样 即使我们知道这个东西 并没有便宜多少 但是我们还是进行购买了 所以说恒大这次营销 做的非常棒 好 以上的观点啊 都是我一些个人的想法 并没有一些真凭实据 只是个人的一些猜想 谢谢大家 我是司马开林 喜欢我的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